疫情越来越严峻 细子区金融里则是号召 志工义工自己DIY简易的防护面罩 经过密集的加工赶出了1000份 要分送给学校警分局以及社服团体 希望让站在第一线服务的人 都能够做好自我保护 而在23号的下午也在公所举行了捐赠仪式 利用假日一群志义工集合 大家分工合作 有人裁剪松紧带 有人将海绵贴上投影片 就好像一个小型的加工厂一样 针对这次的武汉肺炎 在发现之前有协会送防护面罩之后 里长陈美丽看了之后 觉得这应该能够DIY 所以也找了材料在号召志工一起动手 为防疫尽份行李 我们这边我有个同学他们在做海绵 所以他就提供海绵给我 那有这个是我们做那个 修改衣服的那个一个义工 他帮我去买这个松紧带 那有一个在开文具行的 他就说他跟我讲说 这个是那个投影片 就是我们买的时候要100块 那我这个成本应该只有几块钱而已 经过半天的加工组装完成了1000份的防护面罩 而且远比市价便宜好多 而在23号下午在公所举行捐赠仪式 包括市议员张景豪系指区长等人都来参加 除了捐赠给学校警分局 还有好多面对第一线服务的社团社工员 希望让第一线防疫的人也能做好自我保护 我们出一点力然后就把这个事情来完成 然后让基层的在系指向我们的分级 衛生署还有我们公所 他们都是走在防疫最前线 我想说我们的金融理办公室能够出一点力 然后帮大家来维护自身的安全 礼拜六花了半天的时间做了1000个防疫面罩 来赠送给我们系指所有在地需要的机构 像系指的分局还有学校 还有一些社会团体 他们平常在接触一些大众都很需要 像这种防疫物资 那我们很感谢金融理理长 那个陈美丽陈理长 今天那个赠送我们系指区 我们公部门 我们的分局卫生所还有学校 这样的防疫面罩 那个其实在市面上 他的售价单价是相当的贵 那我们理想他们自动自发 发动自工来做这样子 一个面罩送给大家 因为第一线接触民众都非常需要 这些防疫物资金融理小成本制作 却是志工义工们满满的爱心 家程慧玲西指采访报道